今天来给你们开箱一款 价钱每2799 Screen美 抗弯 强大AI 电池很耐的平板 HONOR MAGIC PAD 2 这一台是跟最新的Magic V3一起发布的 它很轻很薄手感很好 开箱 先来讲外形加屏幕 它只有5.8mm 那么会不会很容易弯呢? 我不敢100%讲不会啦 但是还有认真的啊 它是业界首款通过SGS五星抗弯折认证的平板 最大它可以承重18kg 而且它用了预线材质加固的 就代表说你不小心捉到 你给back压到 它都不会这样容易弯 屏幕就更厉害了啦 一般上这个价位2799 所以给你LCD Screen 但是它用的是OLED Screen 也是这个价位唯一有OLED屏的平板 那OLED有什么好呢? 其实你们都懂的啦 就是它比LCD更美 颜色更鲜艳 亮度更高 还有黑色更黑 再配上一个3K解析力 12.3寸的屏幕 刷新率也是给到很夸张的 144hz 玩game啊 刷网站啊 都是比较顺的 它不会断层断层这样子 讲到HONOR哦 我觉得Automatic讲到护眼 他们在护眼这一方面 真的牛 它是我看过这么多brand里面啊 最讲究护眼的一个品牌哦 就好像这一台HONOR Magic Pad 2 它有着一大堆的护眼功能 比如业界首创的AI 黎胶护眼技术 长时间看这平板呢 它就会自动模拟近视眼镜的那个效果 就可以比较好的去保护你的眼睛哦 再加上4320hz的高频PWM调光 还有TUV Rhylent双刃震呢 每天用来做工 眼睛真的就没有这样傻 反过来背面很好看耶 它就是一片一片这样子的 它用的是雨线材质 然后中间有一个HONOR logo 旁边两颗圆圆的是镜头 它共有三个颜色 白色 青色 还有黑色 来到重点了啦 2024年的平板 哪里可以用AI公版啦 Magic Pad 2哦 它不止一个 它还有很多个 我就讲几个 我觉得特别实用 还有我自己特别喜欢的AI功能 第一个 AI背景降噪 就很适合常常拿平板开会的人 可以在setting里面打开 或者打开meeting app 它就会自动弹出来问你要不要开 打开之后呢 就会自动降低背景噪音 并且它会突出人神 像我这样时常在外面zoom meeting 就真的很好用哦 第二个 叫做AI Voice to Text 就是录音可以直接翻译去文字 在HONOR note里面打开录音功能 然后选择Transcript 就可以一边听一边实时翻译 还可以标注Speaker A,B,C 这样子 它其实里面有一大堆语言是可以给你选的 它有中文 有英文 有意大利文 有法文 最重要的是 它有马来文 不是每一台平板都可以Transcript成马来文的 第三个 AI手写美化 我们写的字哦 有时候很潦草 像医生写的字是不是 有时候自己都不懂自己在写的什么 你要再侮辱医生嘛 可以 这个时候就可以用LASSO工具全选手写字 然后你就选择Adjust Handwriting 就有六种手写字体可以选 直接变到美美了 而且整集又没有 这个功能我真的很喜欢 而且哦 数字也是可以 尤其是一些很复杂的公司哦 连键盘都打不出来的那种也是可以的 第四个 AI任意门 这个功能其实一早就已经在HONOR的手机上面有了的 但是 这个是它第一次把这个功能放在平板里面 它用法类是一样的 常按你要的文字或者是图片 然后拉去屏幕旁边 就有这个任意门出现了 地址 比如直接拉去Google Map 就升去了开App啊 Denbar啊 这种锁碎动作了 第六 Magic Ring 如果你现在用这HONOR的平板 HONOR的手机 或者是HONOR的电脑 你就可以用到HONOR主角的Magic Ring啦 就是说它每个器材都可以Connect在一起 就可以方便你Transfer File啊 远程操控啊等等 只要你每个器材都在用这同一个HONOR ID 一定要同一个啊 拉下来打开Magic Ring 就可以看到附近的器材了 第一点器材就可以选择 Share Data啊 Transfer File啊 Share Screen啊 甚至是电脑的鼠标 Connect之后也是可以滑去手机的哦 就很方便它减少了非常多的工作 第七个功能就是这个 AI Notes 哎不是 HONOR DOCS 你这是HONOR DOCS吗 我没有开错 喂就是AI Notes 这是HONOR DOCS 这个很好用 它就好像电脑版的Microsoft Office 你的Microsoft Office文档 可以直接在HONOR DOCS里面开 Edit Save 整个料很像PC版 所以完全不需要另外买Microsoft了 而且哦 还可以免费PDF转换 平时要换PDF是要给钱的啊 会买平板的人哦 不是为了追剧 就是为了学习和工作 其实这次很明显可以feel得到 HONOR很努力的提升了他们的生产力 尤其是哦 它的笔 跟它的键盘 是Free的 就是长这样子 键盘跟平板一起整套用下去哦 整个体验感是满满的 可以feel得到HONOR这次的用心 第八个功能 三指下滑 这屏幕三指下滑手势 就可以save file save to 或者是screenshot save了东西 会存在favorite space 找回的时候就很方便哦 除了AI功能哦 其实还有一点是很厉害的 就是 这个平板 它一共有8个喇叭 是8个 这个价位里面哦 只有它可以做得到有8个喇叭 看到后面这边嘛 IMAX Enhanced 影音认证啊 就是可以在Disney Plus啊 腾讯啊 或者是爱奇艺 可以看IMAX的独家影片 电池部分10,050毫安 快充66万 大概充一次电呢 就可以看13个小时的FHD Video啦 它的续航也是杠杠的 OK 最后 重来讲一下价钱啦 2,799 这个价钱是包括 笔跟键盘的 日子笔呢 还有一个功能的 它是可以长按 变出一粒红点 你拿去见客户Present的时候 就可以当成一个pin point 一笔两用 总结来讲呢 其实现在用平板来做工 已经是很正常了的 大部分电脑可以做得到的东西 平板它也做得到了 而且再配上笔跟键盘一套哦 就可以让你轻便办公 这一台平板它的特别之处 我觉得除了轻薄之外啦 它还可以做得到 带出门你是看完的 然后它有各种的AI功能 比如说 Honor Dox就已经是很好用了 还有一块很漂亮的screen呢 最重要是它的价钱是别的平板 它没有办法做得到 这一点就已经很厉害了咯 好啦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